那我们段考刚结束 离我们之前在教学讲 那个植物生活史有点距离有点久 大家可能对植物生活史忘了差不多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 整个植物界的生活史叫世代交替 有包子体世代跟配子体世代 两种世代 叫什么体的都是多细胞个体 那包子体负责产生包子 配子体负责产生配子 有道理吧 包子体产生包子 而包子会发育成配子体 配子体产生配子 配子可以受精形成核子 核子在发育成多细胞的包子体 所以整个植物生活史就是 2n的包子体形成分裂形成1n的包子 1n的包子有时分裂发育成1n的配子体 1n的配子体产生1n的配子 1n的配子受精成2n的核子 2n的核子单细胞 经由有时分裂发育成多细胞的2n的包子体 好这是植物的生活史的历程 那我们就以包子体为例开始介绍 从这页来讲 包子体就是你看外面的植物根茎叶 这些都是包子体 那这个包子体跟茎叶长得差不多了 营养够了 也到了生殖季了 它就会开花 开花当中呢 花中有熊蕊齿蕊花斑鹅片 其中以齿蕊跟熊蕊 是最重要的两个重要的构造 就是生殖构造 好这是齿蕊 齿蕊的花 柱桃花柱跟脂肪都是2n 里面的细胞全部都是2n 因为它是包子体 包子体本来就2n嘛 花也是2n的 好那这个 这个脂肪里面有个构造叫 配株 配株全是2n 但里面有个细胞 叫做大包子母细胞 当然也是2n的 好这个2n的大包子母细胞 隶属于包子体 它可行减度分裂 形成一二三四四个细胞 一二三四 其中二号三号四号都分解死掉了 只留下一号 所以它形成的细胞就有一个 它是1n的 它叫大包子 大包子在分裂三次 一变二变四 四变八 再来说变八个细胞 它却有个细胞没有进行细胞质分裂 只有核分裂 这叫胚囊 它有七个细胞八个核 胚囊 它是单号的 它就是成熟的磁配子体 好那其中中央细胞在这里 上面两个反足细胞 反足 中间的叫中央细胞 下面的卵出现了 卵就是磁配子 旁边两个辅细胞 辅助软的辅细胞 中央细胞有两个核 这两个核叫极核 我解释一下 所以它的套数要写成 1n加1n 两个核分开写 1n加1n 1n加1n 好那为什么这两个核叫极核呢 极这个字代表有方向性的意思 所以电子分负不均造成 这个分子的某一侧偏正电 另一侧偏负电 出现电荷上的方向性 那叫做极性分子 极这个字有方向性的意思 好如果只有一个核 一个点不成线 没有方向 但两个点呢 就出现线段了 线段就可分为左上跟右下 具有方向性 所以一代的核 有一个两个 有两个核 是不是就出现细胞核的方向性 1号在左上端 2号在右下端 这就是方向啊 所以叫它极核天经地义 因为它有方向性了 好那这是磁蕊那一篇 那我们看看熊蕊 熊蕊呢会有花丝跟花药 花药当然全都是二人 它也是孢子体 里面的细胞 有小孢子母细胞 当然是二人了 小孢子母细胞 属于花药 属于孢子体 好这二人的小孢子母细胞 形成一二三四 形成四个小孢子 这四个都活着哦 其中一号 再形一次有失分裂 形成两个细胞的花粉粒 这两个细胞 一个叫生殖细胞 一个叫管细胞 都是一人两个细胞 当花粉掉到柱头上之后 它就会整出花粉管 此时生殖细胞再进行一次有失分裂 形成两个精细胞 然后原来一个管细胞还在 所以这时候有三个细胞 三个细胞比两个细胞多 所以这时候叫成熟的熊蕊子 两个细胞阶段是未成熟 因为才两个 那这边变三个成熟啦 好这叫成熊蕊子体 这两个叫精细胞 就是熊蕊子 这两个熊蕊子 一个精细胞跟上面的软结合 第一次受精 第二个精细胞跟中央细胞结合 所以这叫双重受精 好双重受精 只有开花植物 配的植物有 第一个精细胞 我写不要写这个 我写BUST 第一个精细胞跟软结合 形成核子 核子是N 核子就发育成多细胞的胚 胚是多细胞的构造 另外一个精细胞 第二个精细胞跟中央细胞结合 1N加1N 这是集合 再加上精和的1N 加起来就3N 就形成胚乳 胚乳是三套的多细胞结构 好 胚乳加胚合在一起 形成种人 种子的人 种子的人在里面 被种皮包起来 就是种子了 好 所以种子就这样形成了 好 那种子继续发育 又形成了 胞子体 因为种子蒙发 形成根基叶 叫胞子体 胞子体 2N就继续的发育出来了 胞子体 哎呀 按到了 好 胞子体又产生 所以植物生活史就绕一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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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